男人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被绑在了石头上 随着村长的一声令下 村民们开始转动巨大的木棍 原来这是一个巨型石墨机 随着一圈圈的转动 男人很快就被身上的大石头 炸成了不要钱的西瓜汁 另一边 幸存下来的大壮 找到了一个豪华摩托车想要逃跑 可就在这时 一个村民拿起弹弓 忽然对他发起攻击 把他打晕在了地上 等他一觉醒来时 他就被绑在了一个餐桌上 而他的对面就是女友翠花 很显然 八个同学就只剩下了他们两个 所有村民开始为之欢呼 就在这时 村长脑袋一热 瞬间想到一个好玩的游戏 他让大壮亲手杀掉女友翠花 这样就能马上放他离开 大壮毫不犹豫地拿起菜刀 就把女友抓了起来 但就在这时 大壮直接来了一个小李飞刀 把一个村民搞死了 紧接着 大壮就带着翠花撒鸭子就跑 很快 村长就和大壮来了一场终极对决 他们一直打了9982个小时 好在最后 大壮直接拿起十米大刀 成功威胁村长 放自己和翠花离开 随即大壮便开着摩托带着翠花 逃离了这个可怕的村子 次日 大壮带着翠花迅速来到了警局报案 可等到他们带领警察来到这里是去发现 原本人满为患的村庄 如今却变成了一片木 而此时 村长的墓碑却显示他早就死了几十年 想起这几天经历过的事情 大壮一口老痰就死在了村长的墓碑上 随后便潇洒地带着翠花离开了这里 本以为幸福的生活在等着他们俩 但他们行驶在路上时 完全没有发现路旁绑着的铁丝 他们穿越铁丝后 摩托车瞬间吸火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做什么事情都不要高兴得太早 牛牛电影带你走进电影世界